大量的网红在站到柯文哲一边 我本来觉得柯文哲闹出那么多的事情 就是柯文哲闹出那么多的丑闻 他跟黑道的关系啊 那高宏安的这个贪腐的问题啊 那有那么多的丑闻 我本来以为柯文哲会慢慢的下降 但是现在柯文哲他无论是靠这个就是给钱 我个人猜测应该是靠给钱 应该是靠非常大的金钱的诱惑 那譬如说一个在台湾的日本人 我看过一集或者是两集他的影片 那因为我平时是不看这样的影片的 偶尔有那么一集两集我感兴趣我会看 那然后因为他的表现非常夸张 对所以说我也不是特别感兴趣 我不喜欢表现特别夸张的YouTuber 对我比较喜欢平时的 对所以我就没再看 那我是在推特上面看到 就是说连他都邀请柯文哲上节目 然后问柯文哲台湾房价病态没小孩 怎么解决 台湾高房价不生小孩怎么解决 而且我看到有人就在说 非常非常多的生活类的网红 近期在邀请柯文哲 非常多的 就是跟政治没有任何关系的 就是譬如说什么电竞的呀 游戏的网红啊 就或者像这个伊库老师的 这也算是生活方式类的吧 嗯 YouTuber 而且都是很大的YouTuber 都在访问柯文哲 那这是非常非常危险和可怕的 看他频道的人 平时大部分人 就是说未见得多么关心政治 他就是这样子看到了 一个柯文哲的影片 他不会去了解柯文哲 他跟黑道有什么关系 或者说是高宏安的这个丑闻 贪腐的丑闻 他都不会去管 他就是给他留下一个 对柯文哲很好的一个印象 嗯 那然后他就会去投柯文哲 那大家如果回忆一下的话 就是2020年蔡英文817万票 跟那个时候蔡英文 可以跟大量的 就是生活类的网红博主合作 是有很大关系的 就是很多年轻人 对蔡英文是没有什么概念的 但是结果 就是蔡英文跟很多 就是完全跟政治 没有关系的网红合作 那一下子就把那一群人 年轻 那一群年轻人的票就抓住了 嗯 那很多人可能会说 那赖清德为什么不去 呃 实话来讲 就是说 这个东西 你也 你也要看 呃 呃 对方愿不愿意 嗯 或者说民进党 有没有那么多钱 呃 我猜测只有这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民进党 给不出对方 无法拒绝的钱 大家不要以为柯文哲穷 你要知道 柯文哲背后的金主 是中国共产党 那是那是源源不断的资金 朱学恒付出的时候 找了一个叫做锅什么鬼的一个女生 当时就有传说 就说朱学恒给他付出了一个 他不可能拒绝的一个价码 那这个钱从何而来 就是为什么柯文哲 朱学恒这些人总能够给出号称无法拒绝的价码 无论是郭鬼鬼还是这个医库老师 还是林志玲 我都不认同 我不认同说什么无法拒绝的价码 无论那是多少钱 你出卖良心 你出卖道德 那都是可耻的 你们不是活不下去的人 郭鬼鬼 医库老师 你们都不是活不下去的人 林志玲 你们都不是活不下去的人 好吧 你不是缺这一笔钱 你就要去流落街头的人 好吧 就是我都是很不齿的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看为什么 彭统派系的 这种柯文哲 朱学恒 他们总能够拿出 对方 到最后 就会出卖自己的道德和良知的钱 那当你在问说 为什么赖清德 不去跟医库老师合作 为什么赖清德 上不了郭鬼鬼的节目的时候 那我问你 民进党有这笔钱吗 没有吗 大概率是钱买来的 那第二 民进党在那个时候的形象 没有像现在一样 就是被蓝红媒塑造成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 蔡英文她给不出那么多的钱 但是呢 就是年轻的生活 生活类的 很多其他品类的网红 他们没有觉得跟蔡英文站到一起 跟民进党站到一起 是对自身形象很大的损坏 比如说朱学恒是个很脏的人 名声很脏的人 那柯文哲名声也不怎么样 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跟他站在一块钱 钱撒够了 对 但是民进党又没那么多钱 民进党又没那么多钱的情形下 蔡英文那个时候 她为什么可以 是因为那个时候 民进党的形象 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就民进党还是民进党 但是民进党的形象 没有被蓝白红污染成现在这个样子 没有被蓝白红抹黑成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需要去刻刻赖清德 说他为什么不上这些网红 那你首先你要问 就是第一民进党的形象 真的是被抹黑了 第二个就是 你就是给不到那么多钱 那当这么多钱给下去 像伊库老师这样的人 就是去 而且不止他 因为我是今天看到他 我拿他说 但是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就是我看到推特上 有很多人在说 太多了 就是近期邀请柯文哲上节目 给他做推广的 太多了 那所以说 从这个事情来看的话 我认为柯文哲有可能 他 他不会受到高红安事件 和这个 就是他自身的这些丑闻的影响太大 有可能他的状况会还不错 因为他的这个路线是对的 就是让 让这些生活类的形象 比较干净 清白 跟政治无关的网红 用他们来为自己洗白 用他们来为自己带流量 带票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对的路子 蔡英文在2020年 就是 他的 他在年轻票中的成功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蔡英文的这一条 就是 他在这一块做的成功 那柯文哲在复制2020年的蔡英文 对 他未必会像蔡英文那么成功 但是他 他的这个路子是对的 那是还蛮危险的一个状况 就还仍然在提醒一下大家吧 应该我这边已经没有什么人 会去看关键时刻了 但是还是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 关键时刻 刘宝洁 他讲了整整一周的好游 那痛骂 台湾政府 是国家机器 说这个好游 是对抗国家机器 他痛骂这个弹的议题 打了 打了很久 这个弹的议题 那然后呢 现在这个好游 承认 自导自演 这个恐吓是假的 那没有国家机器的打压 是他自己自导自演的时候 那 然后 宝洁就不谈好游 改谈体育了 改谈押运会了 我再提一句 就是关键时刻 当初是跟朱学恒 他们一批媒体人 那炒作中国 发布的那种假讯息 炒作一个台湾驻日外交官 办事不力 就是好像是 我记得是台方吧 然后 就是 中国释放了一个假讯息 说是 台湾外交官办事不力 没有及时把台湾人 从灾区救出来 而中国就很优秀 就把中国人 从灾区救出来了 而且 就是台湾人在现场 为了想要上 中国人的巴士 想要上中国的巴士 假称自己是中国人 那整个的这个 它都是假讯息 内容都是假的 那但是呢 就是关键时刻 还有朱学恒 炒作这个议题 整个台湾舆论场 就 就像大爆炸一样 辱骂台湾驻日本的外交官 最后就位 我记得是姓苏的 这位外交官 自杀 那证明说 他是 他是优秀的外交官 他这一切都是假新闻 那然后事发之后 关键时刻 包括朱学恒 他们也都没有澄清 没有道歉 就是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所以说 如果有人还在 就是对关键时刻 有什么误解的话 对 那我印象中 就是关键时刻 包括朱学恒 还有那一批台湾的媒体人 在我印象中 就是做过最可怕的一个事情 关键机场案 对 关键机场案 嗯 对 已经有几年了 对 但是 如果大家回想一下的话 就是每次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 对高端的抹黑 现在证明高端是好疫苗 对吧 对陈时中的抹黑 啊 蔡英文 当初蔡英文 啊 啊 这个 嗯 啊 翁启慧 啊 那 陈吉壮 啊 这一次整个蛋的这个议题 啊 那 好游 他是自导自演 啊 那 整个这个蛋的这个议题 把陈吉壮拉下来 那 一次又一次 都是这个样子 从关键机场案 那个时候 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大家就是提的不够多 如果大家一次又一次的 把这个东西给 给中立的 真正中立立场的人讲 那我觉得 你总该从这里面 看出来一些什么吧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都是一样的套路 一样的重复 甚至操作的人都是一样的 嗯 当初关键机场案 操作的人是朱学恒和 呃 这个 刘宝洁 关键时刻 现在还是朱学恒和关键时刻 人都没有换 剧本 人 都没有换 只是受害者换了 受害人换了 当然都是民进党的 受害人永远都是民进党的 都是绿营的 但是一个一个的受害人换 这里面操盘的人 攻击的人 频道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好吧 我们下注视频吧 我们下注视频